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到县里报到时 竟然把县长硬生生的从座位上拽了下来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出格的举动呢 司马光第一步 从杂钢少年到正坛新兴之 坏油之词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 下级对上级一向毕恭毕敬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刚到官场的时候 却先后两次因为不敬警卫惹闹了上司 有一次他刚到一个地方上任 竟然把出自见面的领导从座位上给拽了下来 弄得领导颜面全无 而另一次则是当面违抗上司命令 惹得对方勃然大怒 那么这两次冒犯行为会给司马池带来麻烦吗 出路观察 司马池为什么会有如此出格的表现呢 他对司马光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北京大学赵总美副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司马光第一步 从杂钢少年到正坛新兴之 换油之子 论籍贯司马光是陕州下县素水乡的人 素水在司马光的心中呢 也确实是他心中认为的故乡 司马光在晚年的时候 他给人家写信或者是给别人的书写序 他用的署名都是素水司马光 或者是素水司马光君时 君时是司马光的字 可见司马光的故乡情深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司马光并不是在素水出生和长大的 司马光出生在哪里呢 他出生在光州的光山县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光山县 在他出生以后到二十岁 在开封重进史之前 他还生活过很多地方 这些地方包括哪里呢 包括光州的光山县 寿州的安丰县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州 此外呢 还有隋州的小溪县 这就到了四川的隋宁市了 之后呢 他还在洛阳和开封 这两个宋朝最大最繁华的大城市里头生活过 离开开封之后呢 他又到过耀州 这是在陕西 那么接下来呢 他还到过历州 又回到四川了 离开四川之后 他又去过凤翔府 就是在陕西的凤翔 在此之后呢 从凤翔回来之后 他又回到了开封 从公元的1019年出生 到公元的1038年重进史 这二十年间 他一共走过了八个地方 八个州级行政单位 然后呢 是搬了九次家 小孩子搬家呢 那肯定是因为大人 司马光为什么会搬这么多次家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持工作调动的关系 在宋朝 所有的正式的官员 再编制的官员 都是由中央政府的人事管理部门 统一管理 然后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调度的 所以在宋朝做官的人 可以有非常广阔的事 也可以走过太多的地方 这种生活状态 古人就叫做换游 司马光是一个换游人的儿子 跟着父亲换游四方 这就是司马光小时候的最基本的生活状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司马光20岁之前 他们家可以说是不断的在搬家 20年里头搬了9次家 在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平均算的话 在一个地方就待两年多一点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幅场面 如果我们把他们家搬家 给它缩短成一个动画片的话 一个卡通的话 你可以想象司马太太 就是司马光的母亲 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收拾包裹 打开包裹 收拾包裹 打开包裹之间 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 对于小孩子而言 就是有跟着父母旅行过的小孩 那肯定会觉得搬家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接触新的人 新的事 肯定是无比好玩的事情 但是对于大人来讲 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特别是对于作为官员的司马池来讲 那么不断的搬家 首先它是一个工作的调动 是从一个工作岗位 调动到第二个工作岗位去 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调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面临的问题 他要面对的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 司马池在重进士之后 得到的第一个职位 就是河南府永宁县的主部 主部这个官呢 不大 大概就相当于一个副县长 副县级的官员 我们今天会觉得副县长挺大的 但是在当时那个官场结构当中 县长副县长这都是小官 主部是个小官 而司马池家里头又不富裕 所以呢 司马池在永宁的时候 生活是非常简朴的 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什么呢 官员应该是骑马的 但是司马池他不骑马 他是骑驢上班的 就是这样一个骑驢上班的 主部司马池就受到了 他的顶头上司陈县令的鄙视 后来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呢 司马池去找这位陈县令谈公事 按照规矩呢 这两个人 他们是有上下级关系 所以应该是司马池先行礼 但是司马池行礼过后 就发现这个陈县令不但不回礼 而且是大拉拉南向坐着 坐那不动 连屁股都不挪一下 县令跟主部 在官场的地位呢 确实也有高低之分 县令更高一点 主部更低一点 按级别 他们确实是有高下之分 但是这两个人 按照当时的政治秩序 他们都是天子之臣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两个人在人格上应当是平等的 司马池司马主部 去拜见陈县令 司马池可以先敬礼 但是陈县令必须要回礼 但是就因为 这是一个骑驢来的 所以陈县令没有礼他 南向居坐不起 大拉拉坐着 就屁股都不挪一下 司马池怎么办 如果这时候换了一个软一点的 那这个人会怎么办呢 可能就咽下这口气算了呗 但是我们看司马池是怎么做的 池晚令西向 偶坐论事 不为少据 原来这个县令呢 是里尔朝南坐在北边的这个上座上 司马池呢 上去把他拉下来 让他坐到了东边 东边是什么位置呢 按照当时的礼 东边呢 是主位 因为这是陈县令的地方 所以陈县令要坐在东边 坐在主位上 让他坐在东边 让他脸朝西 然后自己就在他对面坐下来 分兵主落座 东边我们现在说 主人是东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主人坐在东向 然后客人坐在西续 坐在西边 分东西落座 司马池就晚令西向坐 然后再从容讨论公事 丝毫不为之躯 不受这样的委屈 那么司马池这样坐 是不是斤斤计较呢 也是 也不是 他计较的是什么 这个很关键 他计较的是礼仪 礼仪是什么呢 像我们今天见了面 要说你好 临走的时候 要说再见 别人给了你东西 帮助了你 你要说谢谢 然后你碰了别人不小心 你要说对不起 那么接受了对不起的人 要说没关系 这是礼仪 礼仪是什么 表面上看 是一些很表面文章的小事 但是在礼仪当中 蕴含的事情 在礼仪下面 在这些表面上的语言 在这些表面上的动作 底下的那个事情 它不是小事 它是秩序 它是社会秩序 司马池在乎的 不是这样简单的说 谁坐在哪 这样的表面文章 司马池斤斤计较的是礼仪秩序 司马池这一辈子都是一个礼仪秩序的维护者 相比之下 那么这个陈县令就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礼仪 不尊重秩序的人 没有原则的人 陈县令这个人是为人傲狠 从来都不把谁放在眼里 他看见了 好 这个司马池先生家里头穷 连马都骑不起 然后呢 再一打听说 这个人呢 他们家祖上只有他爸爸一个人做过一个小县令 没什么背景 那好吧 不欺负他欺负谁 换了别人可能被欺负了 也就厌了 但是司马池没有 他要维护的是秩序 那接下来这两人的关系该怎么处呢 按我们今天想的就是司马池已经得罪了这陈县令了 接下来这两个人之间是互相提防着互相整呢 还是怎么样呢 从司马池这方面我们看来 司马池的人生原则是什么 从前把你拉下来 那是为了维护礼仪 在接下来两个人的相处当中 司马池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 他既没有到处寻找这个陈县令的毛病错误 想办法抓住他的小辫子就不放 也没有说从此就卑躬屈膝 对这个陈县令格外的巴结 不卑不亢坚持原则 这就是司马池的人生原则 这个敢把县令拉下座的故事 发生在司马光出生之前 但是这种精神 这种无欲则刚的坚持原则的精神 伴随了司马池的一生 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换游之人 就是四方游走做官的人 他们常常要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样处理跟上级之间的关系 宋朝制度的特点 刚才我说了 所有的官员都是由中央统一 中央的人事部门统一进行考核 然后进行升迁和安排工作的 那么中央的人事部门靠什么 除了靠常规的考核 靠常规的填表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要看上级给下级的评语推荐 这个东西很重要 在宋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制度 就是最下一级的官员 最低级的官员 如果要往上升的话 必须要有什么呢 必须要有足够的推荐性 那这个制度就让那些处在下边的官员 那就要特别在乎上级的对自己的看法 对不对 在当时为了得到上级的推荐性 为了得到那些有写推荐性资格的高级官员的认可 那些下级官员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争取努力 当时有一句话笑话这些下级官员 说他们为了得到这个推荐性 可以说是杀人放火都魂不吝的 当官的人如果说不想升官 那我觉得这个话呢 不是谎话就是空话 当官的人是一定想升官的 但是如果为了升官要放弃原则 那这样的事情司马驰是不肯做的 司马驰公然违背命令 这令他的顶头上司勃然大怒 那么司马驰不听指挥的理由是什么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司马光第一步之 换游之子 如果上司意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下级往往会非常难办 如果不听上司的话 万一将来对方给自己小鞋穿可怎么办 但如果不顾及国家的利益 自己在良心上又很难说得过去 司马驰在光山县当县令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样一件麻烦事 这件事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非常不利的局面中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而司马驰最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当时啊 中央朝廷 开封朝廷来了命令 要命令各地 各州都要购买什么呢 购买建材 购买大竹子大木头 建筑材料 为什么要买建材呢 因为开封的皇宫里头着火了 着火之后烧了宫殿 要重修 就是开封一场火 然后要往下边全部都要烧到 火是在开封着的 当然这个修房子的时候 这个影响是遍及全国的 光州这个地方呢 也接到了配额 要负责买这样这样数量的竹木 那光州的这个支州 叫做盛杜 这个人呢 是刚刚在开封的中央的高层政治斗争之中 拜北下来的一个前任的汉林学士 盛杜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 没含糊 立刻就召集手下的县令们 好 您各个县都要去买 三天要买来 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 别的县长都没说话 唯独司马驰说 三天买到这些建材 完全就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光山本地根本就不产建材 建材呢 要越过大别山到附近的州去买 那么来回三天肯定是不够的 司马驰此言一出 圣渡圣之州是勃然大怒 大家可以想象圣渡是谁呀 前任的汉林学士 是一个有着全国影响的前任高官 虽然他现在政治斗争中败北下来了 但是人家影响还在 人家余威还在 一个小小的县令最低级的官员 竟然敢顶撞他 那圣渡的火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光州下属四个县 没有一个县是能够三天之内 把这些建材收上来的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 其实不可能这件事 不只是司马驰知道 那四个县的县长谁都知道 收不上来 唯一不知道的是圣渡 为什么呢 因为圣渡刚到 圣渡还不了解情况 他只是急于要办成事 为什么别的县长都知道 可是就是不延伸 只有司马驰感呢 因为那些人怕得罪圣渡啊 这四个县 通通都没有在三天之内收上来 最终第一个交齐了这个建材的是哪个县呢 就是司马驰领导的光山县 为什么 因为司马驰县长能够体恤他的老百姓 对他的老百姓有信誉 那他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县长为难 会比较快的把这个木材收上来 司马驰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 当然就不可避免的要得罪他的上级 这样做呢 当然是有代价的 这代价就是什么呢 就是司马驰在下层的这个位置上 他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是那种最低级的官员 要再往上升一级呢 那是必须需要推荐信的 没有那个东西升不上来 但是司马驰到光山县县令认上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多少年的官了呢 他已经做了16年多的官了 还没升上去 为什么呀 老得罪人 推荐信老赞不够 所以就一直拖着 那些比他差的人早就上去了 但是就轮不到他上 这样的骚记 如果换到别人身上 那肯定早就抱怨连连 说不定就改变自己了 但是司马驰呢 是甘之如頤 他没有任何的抱怨 他也急 但是他不抱怨 因为这就是他的原则 他求人得人 所以能够甘之如頤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光山县令的认上 就是他得罪的这位圣渡圣之舟 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竹子收上来之后 圣渡给了司马驰推荐 而且由于圣渡的影响 司马驰终于攒够了升级所需要的推荐信 司马驰得罪上级 但最终他还是得到了推荐信的 当然这里边呢 有一点我们是必须要说明的 就是说司马驰这个人 他对他的上级提意见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走的都是一种温和理性抗议的这样的路线 他不是那种特别粗暴的人 他不是那种不讲礼貌 动不动就拍桌子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他用温和的方式抗议 所以像圣渡这样 有头脑的政治家 他能够意识到司马驰这个人 虽然顶撞了我 但是他有价值 像陈宪令那样 蛮横的人 傲狠的人 他被司马驰顶撞 被得罪了之后 想要抓他的小辫子 也不容易抓得到 司马驰在下层这个级别上就呆 呆了16年多 老也上不去 那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家的这个生活 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和他的太太 两个人呢 在司马光之前生过三个孩子 老大叫司马蛋 比司马光呢 是大13岁 还有一个男孩司马旺呢 很小就去世了 除此之外 司马光还有一个姐姐 到了光山 司马光也出生了 那这样算起来 家里头是除了老爷太太以外 还有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 如果靠着司马驰那个卑微的薪水来维持的话 家里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 但是这样不容易的日子 司马驰却能够安之若素 为什么 司马驰这个人很高尚 这是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呢 如果一个官员好的话 肯定太太是好的 司马太太也是一个能够安平的人 善于主持家政 不抱怨的贤惠的太太 在这两点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司马氏家族的支持 那个曾经在司马驰考进士的路上支持了他的司马家族 在他当官之后 当了这么多年的小官 工资待遇非常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司马家族仍然在支持他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说 那我们支持你做官 你做官了之后就应该回报这个家族了吧 但是司马家族并没有那个样子 司马家族那大家子人还是在老家 勤勤恳恳的经营着他们的家业 维持着一家人的富足的生活 同时还有可能给了司马驰这一小家庭的支持 这当然是一种很高尚很高尚的追求 做官的人不应当为经营家业操心 不能以利灭命 不能因为追求利益而消除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 这样高尚的人在宋朝不止司马驰一个 我们看到在南宋的时候 有一个官员就曾经非常深情的回忆他的父亲 他父亲就是个土财主 很有钱可是没当过官 但是他的父亲在支持他当官的路上 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父亲坚持认为说 这个儿子他既然当官了 就不应该再考虑家里的事了 不应当再为家里的家业的经营操心了 所以这个父亲不但从来不责备儿子 不能回馈于他 不能孝敬他 不能把金山银山搬来给他 反而从自己的家产里边拿出钱来补贴儿子 因为这个儿子有九个孩子 实在是太多了 家类太重 除此之外呢 这个父亲 这位可敬的父亲 还为儿子买地 要让他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后方 可以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好官 做一个清官 只有高尚的家族 才能培养出高尚的官员来 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话呢 在司马驰身上适用 在司马光身上也适用 在司马光七岁的时候 司马驰被调到了首都 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呢 来做一个群木副使 这个群木副使是干嘛的呢 它是群木司的副官 群木司负责国家的养马事务 在我们今天可能觉得 马离我们太远了 跟我们都没关系 只有跑到草原上才能骑下马 但是在当时骑兵不能没有马 所以群马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而且正因为群马关系到国家安全 所以群木司的政长官群木自治史是由舒逆史 就是国家的国防部长亲自兼任的 那么群木司的具体事务就是由群木判官来管的 群木判官这个职位 除了他本身的重要性以外 他在整个升迁体系当中 还有着很特殊的重要性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职位上经历了一下 那么从这个职位上下来之后 再往上走就可以去当开封市的第二三把手了 开封市哪是首都啊 能当首都市的二三把手 如果放出去的话 离开首都的话 那也是可以做掌管着几州的财政 几州的这种草运的大员 所以这个职位非常非常的诱人 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 竟然让一枚人脉 二无名气的司马驰得到了 这意外收获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特殊原因呢 把家长谈正在播出 司马光第一部指 患游之词 既然群木判官是一个重要的官职 那么想要得到他的人自然有很多 对于司马驰而言 他的首都开封 一没有人脉关系 二又性子直脾气倔强 按理说 这样的人要想得到如此美差 无疑会很困难 但令人奇怪的是 司马驰竟然幸运地得到了这个职位 那么机会是如何落到司马驰头上来的呢 两个群木判官的职位同时出缺 这一下子就肥肉端上桌了 那各种筷子就全部都伸了上来 群木判官的推荐权 就人选决定权 其实是在书密室兼群木制制室的手里边的 两个判官出了缺 于是拿着条子来找这个群木制制室 找这个书密室的人就海了去了 来了几十 这些人拿这个条子呀 大家可别小瞧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条子 谁的条子呢 宗旨是皇宫里边来的条子 皇宫里边来的条子来自于谁呢 不来自于皇帝 皇帝当时还小 人宗还是个孩子 这个条子呢 是从当时掌权的刘太后那来的 拿到了这个条子 当时的书密室是曹丽用 曹丽用就犯了难了 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对待这条子呢 这曹丽用啊 也不是一个一般人 这个人怎么起来的 当年这个人也是在两军阵前 宋和辽交战的时候 在两军阵前出使敌国的这么一个人物 是一个非常勇敢 非常有胆气的人物 条子都来了 别人可能说不知道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跟他的同僚们商量了一下 有办法了 条子一个都不要 要找什么样的人呢 要找 得孤寒中有声望财节 可以服人者为之 就是要把这个职位给谁呢 就是给那些没有任何家事背景 但是却非常有声望的官员 非常有才干的官员 公认有才干的官员 曹丽用决定要把职位给这样的人 如果给了这样的人 那太后也说不出什么来 那些条子通通一边去 于是呢 按照这个考虑 曹丽用呢 就向刘太后上报了两个人选 一个呢就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 还有一个呢 叫做庞吉 这个人在司马光一生中的地位 可以说仅次于他的父亲 可以说是司马光的第二个父亲 当然这个是后话 我们以后再慢慢讲 司马迟和庞吉这两个人 能够战胜了那些拿着宗旨来走后门的人 这里边呢 当然他有权力平衡的因素在里头 但是不管怎么说 哪怕我们退一万步说 还是得承认当时开封的官场 他还是具有判别能力的 他还是能够把那种真正有才华 有声望正直勇敢的官员提拔上来 司马迟被提拔为了群木判官 于是司马光一家呢 就搬到了开封司马家和庞吉他们家的 这个通家之好的友谊也正式开始 这一年的时候司马光八岁 这一年在司马光一生当中 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不仅仅是说他搬到了开封 搬到了大城市 见识了开封的繁华 更重要的是他小小的年纪 就亲眼见证了一个正直的 有能力的官员 他的这些正直 这些正面的声望 在一个官员官僚生涯当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群木判官的任上 司马迟跟他的上司 陶利用之间又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群木是管马的 当时开封的那些官员都从群木司买马 可是呢都喜欢奢账 就是先把马迁走 然后再给钱 于是群木司的这个账上 因为大家欠了账都不还 所以群木司的那个账本上就寄了很多欠债 曹利用就派司马迟去收账 然后司马迟呢就把这账本拿来翻了翻 翻完了之后 他第一个找到了曹利用 跟他说 说您还欠着账呢 说这个令之不行 由上犯之 古语说的好 为什么命令推行不下去 因为管事的人 主管的人都违反了这个规定 所以规定才推行不下去 您还欠着账呢 您让我怎么收啊 曹利用一听说啊 大惊 然后就说下边的人骗我 说都已经还了呀 曹利用还是很不错的 曹利用立刻呢 就让他下边的人去把自己所欠的马价 统统都还上 欠债容易 收债难 就收债是一个直到今天讨债 还是一个最难 最难办的事情之一 对吧 但是司马迟办得很利落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连顶头上司的账都敢要 那谁还敢继续欠呢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说 连曹利用的账都还了 那还有谁好意思在欠着呢 司马迟在讨债之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肯定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 要被穿小鞋受挤兑 这个准备他是做好了的 而曹利用能够如此痛快的接受他的批评 把自己欠的钱还上 这肯定我想司马迟也不会想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讨债的前前后后 司马迟有一定的心理活动 在家里头他跟司马太太会当着司马光 当着孩子可能也会说起这些事情 所以小小年纪的司马光 在司马迟讨债的这件事情当中 就得到了一个很正面 很积极的教育 可以说开封政坛给司马迟跟司马光 父子上的这一刻是非常正面的 但是 开封的水是很深的 那些说开封是满目青山 蓝天白云的人 那肯定都是接触不深的人 他还没有真正能够介入到首都的政治生活当中去 就在司马迟进入群慕司工作 不到一年 在1027年的正月的时候 司马迟的顶头上司曹利用就出事了 他首先是被革职免官 解除了书密使的职位 那么然后呢 又被一路到底 被贬到了房州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的房县 去安置 安置是什么意思 就是限制居住 宦官压着曹利用 往南去 往湖北去 走到襄阳驿站的时候 那个宦官就一路上都在拿话语挤 对曹利用 到了襄阳驿站的时候 曹利用终于受不了挤兑 上吊自杀了 当然了 开封方面得到的报告是说曹利用 暴族暴病身亡 曹利用是谁啊 那是大英雄 在公元一零零四年的时候 辽七丹方面皇帝皇太后带着大兵压境 举国进犯 在那个时候 宰相扣准 支持宋真宗 御驾亲征 到了禅州 两军阵前 形势未分明的时候 曹利用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小官 曹利用就贤命出使 他顺利地完成了扣准给他规定的 比较符合宋朝利益的谈判下限 就是三十万岁地 曹利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他在谈判桌上 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如果我们说到禅渊之盟 那扣准可以说是一个战略上的英雄 他是一个领导型的英雄 而曹利用则是一个谈判桌上的 一个外交英雄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 安排了一个绝好的职位 却被他毅然地辞掉了 事情的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来容去迈呢 司马光第一步 从杂纲少年到政坛新兴之 官场正能力 一个朝廷重臣 最后竟然落得 身死异乡的悲惨结局 实在令人叹息 那么曾经位高权重的曹利用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在大宋的政坛斗争中 他究竟是得罪了谁了呢 他得罪了谁 曹利用在晚年的时候 在真宗晚年的时候 曹利用曾经害过扣准 当然那个不是他的罪 他害扣准当时郑重刘太后的下怀 刘太后本来就跟扣准不合 双方在进行权力斗争 曹利用得罪了谁 曹利用最终得罪的还是刘太后 他得罪了刘太后身边那些宦官 刘太后掌权 一个女子在宫里边隔着帘子控制朝政 她出不来 她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 会比男性的领导者更少 所以她更多的依靠她身边那些宦官 于是她身边那些宦官就开始张牙舞爪 开始得意洋洋 谋取自己的利益 而当时宦官的升迁谁来管呢 是由书密院由书密使来管的 曹利用却一而再再而三的 驳斥了那些宦官的不合理要求 这就是曹利用为什么得罪 曹利用倒了树倒胡孙散 他的党羽也都纷纷的几十人受到了牵连 那么司马驰 他是曹利用推荐的人选对不对 司马驰受牵连了吗 没有 因为大家都知道司马驰这个人执 他平常有很多事情跟曹利用是对着干的 所以司马驰没受到牵连 那么没受到牵连就应该高兴吗 当时有一些从前巴结曹利用的人 没受到牵连 自己幸存了下来的人 这下得意了 就到处说曹利用的坏话 来撇清自己跟曹利用的关系 有一次司马驰去吃饭 席间就有人说曹利用的坏话 并且还表扬司马驰有先见之明 说你看司马判官多厉害 早就知道曹利用要倒 所以当初曹利用请他来当群木判官的时候 他还推推推不肯来 听到这个话 大家猜一下司马驰怎么回答 司马驰没有沉默 他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当年我在洛阳接到了调令 调我来开封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调我来当御使的 我不愿意当御使 所以我反复推辞 如果我知道是曹公要让我来当群木判官的话 那我接到调令立马就上路 一刻也不耽搁 要能说出这番话来 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之下 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司马驰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勇气 他能够做到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赢 这是大丈夫 司马驰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 就是因为他不怕也不贪 所以曹利用大权在握 他可以不巴结 所以曹利用倒了的时候 他仍然为他说公道话 而他说了公道话 别的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周围的形势在变化 曹利用的地位在变化 但是司马驰的操守没有变化 他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扳倒了曹利用 这下那帮宦官可就乐了 乐开了花了 而且也撒了花了 其中有一个宦官叫皇甫济明 这个人是刘太后身边非常得宠的一个大宦官 这个人还有一份兼职 是做什么呢 管姑马斯 姑马斯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那些长途贩运 有些是从外国来的马 那么到了开封之后 政府要收买他 要由姑马斯来定驾 然后收买 皇甫济明向中央报告说 自己掌管姑马斯 有盈利 盈利很多 所以要求给自己升官 而姑马斯是群慕斯的下属单位 皇甫济明究竟有没有盈利 他说了不算 得群慕斯去调查 群慕斯调查的结果是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没有盈利 但是新换上来的群慕斯的主管的长官 还有包括上上下下 都想算了吧 别得罪他了 只有一个人不乐意 司马迟不乐意 司马迟觉得没有就是没有 于是司马迟就坚持不肯签字 所以皇甫济明呢 这升官就泡了汤了 那皇甫济明自己的官升不上去 泡了汤了 他能善罢甘休吗 接下来 司马迟在群慕判官的任上 任满了 按照当时的常规 群慕判官任满 就可以升比较好的位置 司马迟得到了什么 他得到了开封府的推官 就开封府的差不多是第三把手了 职位很好 而且宫里头太后也批了 就这个任命已经批下来了 送到了阁门的时候 阁门就是皇帝的皇宫的收发室 到了阁门这命令再往下走 就要走到司马迟本人这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皇甫济明竟然就有这个胆子 在阁门拦住了司马迟的任命 把他赌回去了 司马迟就因为皇甫济明的干扰 没能当上开封府的推官 干什么去了呢 被判知耀州 要去耀州当一个知州 那司马光也就只好跟着他爹妈搬家 搬到耀州去了 我刚才说了小孩搬家嘛 就想过家家很快乐 司马光肯定是很乐的 那么司马迟呢 好好的这个开封府的官做不成了 要去耀州那么远的地方 而且他是受到了太后身边的红人的干扰打击的 那他的心里头能够不感到惶恐 能够不感到紧张吗 他究竟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司马迟不紧张 他还是能够做到心情很平静的离开开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能够给他巨大的力量 这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